OK,各位同学,大家好啦,我们继续来上课 那上一堂课其实很重要,其实就教你一个统计的方法 OK,这个统计的方法不一定是用在我们生物资讯为生物方面 其实各个领域都用它,市场调查啦,这个产品的开发 OK,这样理解,所以好好的把这个方法搞清楚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的这个统计 好,那因为它是统计嘛,而且是比较高级的统计 所以非常的,里面的计算很复杂 但是我们了解就是说,体会说这个统计的原理是什么 它想表达的是什么 你了解了这个意思之后呢,你去用它 你才知道说,我做出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啦 OK,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再复习一遍了 好,老师要教的就是两个分析 这两个分析,它其实就是一种类群分析 你可以把东西分门别类 根据它的特征结构去做分门别类 好,那这两个分析一个叫做corresponding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就是对应分析啦 好,一个叫做主成分分析 好,那个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好,这两个分析 非常类似 在统计上呢,它用的这个统计的这个公式是不一样的 好,但是看起来很像 好,看你可不可以体会老师说的 好,那老师介绍的第一个就是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好,这两个分析其实是一样 你现在有个excel的表格就对了 好,左边的就是你要分析的样品 不管是什么厂牌,什么GIN都OK 好,就是你想比较的样品 好,那样品右边上边,上边横的这个部分 就是你要分析的特征 我要分析这些厂牌的什么特征 那你可以去做调查 去做实验,得到数据 像我们生物资讯 那你就要去做data mining 对不对 资料库的那个采矿 把这些数据挖出来 填在这个表格里头 那你就可以看说 菌和菌之间是不是很像的这个 这件事情 OK,这样理解 先要弄一个表格就对了 所以老师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图 觉得很可爱 所以老师就自己编了一个数据 来解释给你听 对不对 老师看到了就是这两个图 超可爱 也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懂这个分析是什么 所以有些人就是会在网上教 OK,很直观就让你看出来 对不对 七种饮料实际上是有八种 因为我只编了七种 比较简化一点 七种饮料 对不对 七种饮料呢 如果看这个图 你应该就看得懂 对不对 在餐厅里头喝什么饮料 运动之后喝什么饮料 对不对 如果只考虑两个面相 这个超简单的 对不对 永远的第一名就是可口可乐 不管你是在餐厅还是在运动 可口可乐第一名 对不对 第二个群类 在餐厅卖的比较好 对不对 这个地方在餐厅卖的比较好 比运动饮料好嘛 运动饮料在这里嘛 餐厅的在这里 对不对 在餐厅卖的比较好 这三个差不多的汽水 百事可乐 林卡的可乐 对不对 还有分打 橘子汽水 另外就运动啊 运动在餐厅这个地方 对不对 X轴 比较差一点 对不对 可是在Y轴很高耶 运动之后 很多人选喝运动饮料 我如果只考虑这两个特征 你可以理解 可是如果我考虑一大堆特征的时候呢 那到底怎么做出来 对不对 我考虑了减肥要喝什么 果汁要喝什么 提神要喝什么 无聊要喝什么 口渴要喝什么 对不对 有各式各样 你想要喝汽水的原因啊 对不对 你把这些众多的因素 弄进去之后 那你怎么呈现出 不同厂牌的差异性呢 这个就要做相对应的关系 对不对 就是corresponding analysis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呈现图 对不对 我把众多因素考虑进去之后呢 跟刚才的不一样了 对不对 跟刚才不一样了 对不对 结果芬达呢 自己跑到一边去了 还是山群 但是呢 不是永远的第一名百事可乐独自 对不对 百事可乐就跟百 不是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呢 就跟百事可乐 和那个 零 他们家的零卡的这个可乐 Zero的这个可乐 对不对 在一起 这样一群啊 运动饮料三个年一起 分打因为是橘子汽水 不一样 有没有 因为你分析的那个项目不一样 所以结果就不一样嘛 而且你是众多的因素的分析 统计的结果 这样也很合理 对不对 那怎么呈现这些数据呢 其实就是我们学的东西了 也就是说你要把样品之间的相似性计算出来 所以你就会得到这个相似系数的这个矩阵 就是Seminality Index Matrix这个东西 你有了这个相似系数矩阵之后呢 把这个相似性转换到两个维度 XY轴 那有些人会做三个维度 XYZ轴 大部分都是用XYZ轴啦 因为印起来比较简单 对不对 你要印3D的图 就看起来就比较困难 所以有些人会用3D表示 但是一般就是用两个维度来表示 OK 那这两个维度呢 它通常都会写 第一个维度呢 几percent 第二个维度几percent 这个维度就跟原来的 什么运动餐厅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OK 它这边的这个dimension 这个维度 就是X轴这个维度 维度dimension 这个方向 它这个77.5%呢 在这边表达了 就是说 我参考了众多的这些 我分析的因素啊 就这些因素啊 在上面 这个众多的这个因素 对不对 我把它综合起来 综合起来 变成一个轴 刚才的那个图啊 简单的图 这边的这个图 X轴就只是代表餐厅 Y轴就代表运动 这个很 你容易理解 可是呢 我这边的X轴 不是代表任何一个东西 我是综合起来的 综合起来 这个用统计算出来 综合起来的 所以呢 这个77.5% 就是代表所有因素里头 我的笔呢 我的笔 这些 所有因素综合起来 它能够准确的表达 77.5%的影响 那个影响 那Y轴呢 可以表达 这个地方 对不对 17 17 所有因素里面的17% 所以把它加起来 所以把它加起来 77.5% 加上17 527 14 94.5% 所以XY轴合起来 可以表达我众多的这些 因素里面的94.5% 这样懂 这样懂意思吗 我没有把所有的因素的通通考虑进去 因为我画不出来 我画不出来 找不出那个角度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角度可以表达 加起来94.5% 几乎接近100% 所有的这个因素 有统一式吗 如果你只考虑两个因素的话 就把两个因素放两边嘛 一个是餐厅 一个是运动嘛 可是我现在考虑好多的因素哦 对不对 好多因素 那每一个因素都是一个数轴啊 每个因素都是一个数轴 所以它就变成 多维度的 OK 两个因素就是平面了嘛 三个因素不就是立体的吗 四个因素就四度空间了 五个因素就五度空间了 那我考虑这么多个因素 那不是很多度的空间吗 那种图根本画不出来好不好 所以呢 我必须把那个维度把它压缩 压缩到只剩下两个维度 那这两个维度呢 就不是原来任何的一个因素 它是一个综合考量 综合考量 那X轴呢 占了所有因素的77.5%的影响力 Y轴呢 占了17%的这个影响力 所以呢 如果我用XY轴来表示的话 我可以表示所有数据 94.5%的影响力 不是100% 就94.5% 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我考虑了94.5%的这些因素 综合判断的结果 就成了这样子的关系图 这样子的关系图 这个就是对应分析 Correspondent Analysis 对应分析 好 希望你能够理解了 那你说老师 这个东西跟我们学的好像 没错 实际上我们做的就是类似的东西 只不过我们画的图不一样 老师说你就懂了 我们其实也是在做一个Excel的表格 讲了我自己就觉得好笑 对不对 其实我是在做一个Excel的表格 这是A郡 B郡 C郡 D郡 E郡 我们是在做这个东西 这边就是我的郡郡 这边呢就是16S 比如说我们家最常做的16S RNA的基因序列 基因序列 对不对 我们把它排好了 对不对 排好了以后第一个字 排好的第一个字 你是谁 第一个字 比如说我是A 你也是A 它是T 它是A 它是G 有没有 第二个字对齐以后呢 你是A 我是T 它是T 它是T 它是C 有没有 第三个字排好了 你是T 它是G 它是G 它是C 它是T 有没有 所以你把那1500个字 把它排好之后 就是你在分析这个GIN 的1500个特征 就像可乐 不同的厂牌 你分析第一个特征 就是在餐厅 的销售量 第二个 你比的是 运动后的销售量 我们现在就是比1500个 把它排好了之后 就是1500个特征 A GIN BGIN CGIN 把它排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算相似性 A跟B 几%相似 也就是距离 相似就是距离 OK 因为就是我们这边表示的是距离 距离越近越相似 其实都是在算距离 只是我们不容易理解距离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讲相似性 相似性系数 就是距离系数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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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完你就得到这个metric 这个表格 对不对 可是后面的处理不一样 我们有了这个seminality metric之后呢 我们就从这个metric里头找最像的这个 对不对 最像的地方 比如说A跟F是最像 相似性最高 所以A跟F先拉出来 先把它画出来 对不对 那第二个像的是谁 第二个像的是哪一个 我们就把它拉出来 有没有 所以最后我们画的是一个树图 我们画的是一个树图 有没有 我们用树图来看群聚关系 所以树图完了之后呢 你就是看树图的分支 对不对 OK 这边一支 然后这 对不起 假设这边一支 这边又是一群 有没有 两个树枝 这边一个树枝 这边一个树枝 两群 我们是用树 tree 来表示分群 表示这个cluster 群 group 群 群体关系 群聚关系 重集关系 我们是用树 我们是用树来看 他们不是 他们是把它用在xy轴 然后用点点来看 用点点来看 点点就是距离 点跟点之间的距离 我们这边是看这个距离 有没有 然后这边有一个bar 写什么0.05 0.01 用这个尺来量 他们之间的距离 这个直接就量距离 直接就量距离 他跟他的距离 就直接量 距离是多少 OK 这个距离就看这边的x轴 看这个y轴 去估算这个距离 一样 一样 这样懂意思吗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用了 最后的要画成图的 这个统计的计算不一样 所以要画成这个数 又很复杂了 如果你这学期 有注意听的话 有五种画数的方法 对不对 五种画数的方法 画成NJ数 对不对 UPGMA数 画成这个ME数 MP数 ML数 有五种画成数的方法 就是统计不一样 那个计算公式 道理不一样 所以画出来的就有点不同 那我们就试图去了解 画成每个数的道理是什么 MJ数的道理是什么 ML数的道理是什么 MP数 他想要描述的道理是什么 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 OK 不然的话就放到Mega里头 你选什么 他就画什么嘛 对不对 但是我怎么告诉你说 MJ数跟ML数不一样 那MJ数到底想要描述什么 ML数想要描述什么 讲不出来 对不对 我只会按按键 然后就蹦 就跳出来 就交给老师去解释了 那你要知道这是 真的干嘛 这个一样啊 你把那个Excel表格输进去程式里 他就给你跳出这样子的图 对啊 他想要表达 你想要跟人家表达 什么样的事情 了解这件事情 好 也就是从这个Simularity Matrix 最后呢 他不是画成数 他画成的是这样子 XY两个维度 然后这个X的维度 也不是原来的 的那些意思 他是把它中和起来 中和起来 Y轴也是把它中和起来 那些因素中和起来 然后各代表多少percent 好 那我们到下一个页面去解释给你听了 好了 好了 对不对 好 OK 所以我们学了就是对应分析 correspondent analysis 另外一个分析叫做主成分分析 叫做PCA 很像 刚才叫做CA correspondent analysis 这个叫做PCA 但是英文字不一样 刚才是correspondent 这个是component 刚才是correspondent 就是相对应的 相呼应的意思 这个component是组成的意思 组成 成分的意思 principle就是主要的成分 主要的组成的成分的这个分析 所以又叫做主分量分析 主成分分析 大部分都讲主成分分析 英文叫做PCA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它一样 分析完之后就是要把你原来很多的维度 每一个维度就是你分析的项目 对不对 你分析两个项目就是XY轴 分析三个项目就是XYZ轴 分析四个项目就是XYZ 四度空间去了 对不对 那种东西我没办法表达 所以我必须要降低维度 去画成图 所以本来很多的你分析的项目嘛 也就是多指标 对不对 你必须要想办法把它转换成少数几个指标 就是降成两个啦 最多降成三个 我本来分析 比如说刚才汽水 我分析了八个项目好了 对不对 不是八个品牌 是八个项目 什么餐厅什么那个八个项目 八度空间 那我现在把它降低成二度空间的这个图 对不对 所以我把它降低成二度空间的XY轴 那个XY轴跟原来的这个八个轴不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中和的指标 所以每一个轴它代表了原来的这八个轴的百分之多少的意思 所以是一样 一样 一样 那差别是什么呢 有差别 统计上是有差别 好 统计差别在哪里呢 这个差别呢 它用的是这个变方分析 或者叫做方差 方差 这个你学统计学一定学过了 OK 统计学学过 老师复习一下 这个地方老师有偷偷画了 对不对 假设有一个竖轴 有四个竖 写的不清楚 把它写一下 X1 X2 X3 X4 对不对 它们的平均值就是X bar 这样子你还是不清楚 我换成真的数字好了 假设有一个竖轴 有一个竖字是2 有一个竖字是4 对不对 有一个竖字是-2 有一个竖字是-4 好不好 对不对 这个四个竖的平均值是多少 0 0 0是它的平均值 对不对 平均就是0 0在统计写的是X bar OK 这四个竖平均值0 好 那每一个竖到平均值的距离是多少 对不对 这个2到0的距离啊 就是2减0 2嘛 对不对 4到0的距离 4减0就是4嘛 对不对 好 负2呢 到0的距离是负2嘛 负4到0的距离就是负4嘛 负2负4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数据好不好 就是要数据相近啊 所有的数据很靠近就是好的数据嘛 对不对 为什么做三重复 就希望说这三组数字 要很靠近嘛 如果你做三重复 三组数据天差地远 那这数据就是烂数据嘛 有问题 做出来有问题 对不对 好 所以平均一个数据好不好 就是说 最后你的这个平均值 你的数据 你的数据 每一个点的数据 到平均值的距离 要近啊 越近越好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变异 变异数 变异的量 你的数据的变异 变异的量 对不对 就是变异数了 好 变异数越小 大家越靠近平均值 就是好数据 好 如果你的平均值 跟每一个数据点都差好远了 天差地远 那就是变异太大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评估数据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到变异数 可是刚才有一个问题啊 二到零 距离是二 负二到零 距离是负二 对不对 所以距离呢 会有正有负 有正有负 对不对 那你把它全部加起来不就是零 刚好抵消了 刚好抵消了 有没有 二加负二 这加起来就抵消了 有没有 所以不好表示 不好表示 所以在统计上用一个方法 本来每一点的数据到这个平均值 也就是xi xi就是任意数嘛 任意数 减掉x bar 对不对 就是每一个点位到平均值的距离 也就是变异数 可是这个距离会正 或者是负啊 或有正有负 对不对 其实除非呢 你想把这个距离全部变成正嘛 因为正的我们比较好想 对不对 正的距离 哪有负的距离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做绝对值啊 这个数字做绝对值就会变成只剩下正嘛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平方啊 任何数平方就会变正数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负二的平方 对不对 就变成四啊 所以呢 统计学家选的是平方法 我们表示变异量的时候 每一个数据到平均值的距离 我们不是直接用距离 我们是用距离的平方 有没有距离的平方 这个东西 xi-x bar 挂号平方 这个东西就是变异数 变异数 所以这个东西是相减的嘛 也就是叉 相减就是相差嘛 不是相减 不是和嘛 对不对 然后有平方 所以呢 叫做叉方或方叉 这是大陆的用法 台湾比较少人用这个 还是有人用了 叫方叉不是叉方 方叉 有没有 它是差嘛 然后平方嘛 方叉 我们平常都把它叫做variant variant变异数 变异数 然后在统计上就是讲什么呢 讲这个 sigma sigma平方 sigma平方 然后呢 把它开根号 sigma平方开根号 不是就变成了sigma sigma就是我们说的标准差 标准差 变异数开根号以后变成sigma 就是标准差 所以sigma就是标准差 但是我们讨论说 这组数据的变异动情况的时候 我们不是用标准差 我们是用变异数来表示 它的平方值来表示 这样理解吗 对不对 因为我们平均值 我们平常不是写嘛 平均值多少 加减标准差嘛 因为标准差 有正的标准差 有负的标准差 因为它就是距离 OK 因为距离会有正负 所以呢 我们要表示说 这个数据的差异程度 我们希望用正来表示 所以就用sigma平方啦 叫中国大陆叫方差啦 下面习惯用方差 我们叫做变异数 其实就是距离的平方 用距离的平方来表示 OK 所以它是用这个东西来表示 变异数 它用的道理 就是用变异数的道理 变异数的公式在这里 变异数的公式在这里 如果你还记得统计的话 就是老师刚才讲的嘛 每一个点就是xi嘛 减掉平均值x bar嘛 挂号平方 就是变异数 对不对 那你那个 你的数据有好多点啊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 对不对 然后除以数据的点数 除以n值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sigma平方 sigma平方 我们说的变异数 你把它开根号就变成标准差了 OK 这样理解 就是描述数据的差异程度 sigma OK 这样理解嘛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 大部分都是 数轴 对不对 一个好的数据 应该会呈现中型的嘛 对不对 中型的 这个叫做什么 Normal Distribution 中文叫什么 Normal Distribution 突然忘记中文叫什么 常态分布 常态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 对不对 Normal Distribution 中型最高的点点 对下来的就是x bar 平均值 对不对 OK 那这个数据是会有差异的 有没有 差异的 OK 差异的 怎么表示呢 就是用sigma平方 来表示 sigma平方来表示 这样理解 sigma平方的公式在这里 每一个点位到 减掉平均值 每一个点位减掉平均值 的挂号平方 那我的数据 这么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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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必须把这些 加起来 最后除以 我有多少个点 点的数据 那个就是 方差 变异数 这样理解 它是用这个变异数的概念 好 所以呢 不一样哦 不一样 那这样听完 你一定是模模糊糊的 你听不懂 所以老师又要把他变成 简单的东西给你聊起 好 老师 苦师 好好的这个 哎呦 卡住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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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不要当机哦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老师又列了一个表 比如说咖啡 好 不同品牌的咖啡 A牌 B牌 C牌 D牌 或者不同产地的咖啡 就请品评员 五分评分法 香味甜味 苦味酸味辣 咖啡还没有辣味 对不对 反正就是各种品评 五分评嘛 打分数 对不对 打完分数以后呢 接下来就要 你想要知道说 哪一个牌子的咖啡 和哪一个牌子的咖啡 性质比较相似 对不对 比如说 南山咖啡很香 很 咖啡没有甜味 甘味好了 甘味 甘味 假设好 很甘 不苦 不酸 可是摩卡咖啡呢 很苦 很酸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咖啡 有不同的 特殊风味 我想要了解说 如果我把这些 不同产地的咖啡 什么哥伦比亚咖啡 这些咖啡 做分析以后 哪些咖啡会 聚集在一起 就是他们很像 对不对 OK 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比如说 我说好了 我没有列完 我就是列了两个项目 对不对 A咖啡 香味五分 甘味五分 好了 没有甜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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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咖啡 平平完 它是三分 两分 C咖啡 一点都不香 零分 甘味也很差 对不对 你就可以打完分数 打完分数以后 我们就开始要 做图 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香味 A 这个咖啡 它是五五 比如说我画了一个数轴 香在这里 香是X轴 五分在这里 五 对不对 然后甜味 五 在这个地方 所以A在这里 有没有 A在这里 B是三二 所以就大概三 三在这里 二差不多在这里 B在这里 那么 C是零一 零一在这里 D是三三 D我没写啊 嗯 三三到哪里 哦 这里有写错字啊 D是三三 三三 差不多啦 然后一呢 是二一 二 一 一在这里 这也没乱话的 F呢 是一四 有没有 所以我就可以标上 它在空间上的位置 如果我只考虑两 两个特性的时候 用XY轴就表示清楚 对 如果我表示第三个特性呢 如果我把苦味也写进去了 苦味它是五分 它是两分 一分 三分 怎么都写的一样 零分 零分 对不对 那 我就要把苦味加进去了 有没有 它就变成3D立体空间 哦 就多了一个Z轴啊 所以这个位置就会移动啊 在空间上会移动 本来是55嘛 现在变成5555 对不对 会移动 那如果我把酸位再加进去 我要再多加一度空间呢 所以它这个位置就会移动 所以当我的这个特征分析越多的时候 它的这个数据的纬度就变得很大 你根本画不出来 好 所以假设啦 假设 假设我如果把这些数据都写上去以后呢 画在空间上 它就变成在空间上的一群 一团数据 一团的点 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几度空间 然后空间上的这个点 就是我的咖啡啦 我想要分析的咖啡 对不对 那这一团咖啡是立体的哦 是立体的哦 这点位是立体的哦 不是 不是现在我现在看到打扁的哦 它是立体的 的这个点位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刚才讲变异数嘛 这些点位一定会有一个平均值啊 假设平均值在这里 对不对 假设 这一团点 在中间有一个是平均值 对不对 变异数就是每一个数据 离平均值的距离的平方啊 所以这个数据很差的时候 就是那个 就会散得很开嘛 散得很开 OK 啊我们就是要散得很开 我们就是要让它散得很开 因为如果全部挤在一起的话 你就看不出差异你知道吗 这些数据如果你全部都挤在一起 我就看不出咖啡跟咖啡的差异 所以我们要挑的是 某一个角度哦 在空间上的这些点位 我挑了一个角度 可以看出它最大的差异 有懂意思吗 这个点位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这样子看 好像差不大 可是我如果挪一个方向看的时候 突然看见它 它是长的 这样懂意思吗 有没有懂意思 比如说这样子好了 这空间上 对不对 你从这里看就看到这里而已 对不对 可是我换一个角度看来 比如说我摄影镜头挪动了 我突然看见 原来你的这个点位是这么长 对不对 这么长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挪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360度去看 所以你就会看出数据 差异最大的那个角度 对不对 假设差异最大的角度发生在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所以我就在这边画了一个轴 这是这一坨数据里头 差异最大的角度 对不对 我就在这边画一个轴 经过平均值 就是这一团数据 在这个角度差异最大 好 这个就是将来的第一个轴 主成分的第一个轴 OK 所以它是看那个数据的变异数 就刚才的方差 有没有 每一个距离到平均值的距离 差异最大的 差异最大的这个角度 就是我的主成分的第一轴 所以这个轴呢 并不是原来的什么香味甜味苦味的轴 都不是 是我挑了一个 看起来 把这个数据可以找出最大变异 程度的这个角度 变成一个数轴 那个角度就是我的数轴 对不对 垂直呢 就是另外一个数轴 就这地方画歪了 垂直是另外一个数轴 所以我就找出两个数轴 好 这两个数轴里头呢 跟刚才的又不一样 它是主成分 所以呢 比如说我分析的香味 甘味 苦味 甜味 这些数据里头 一定有一个是最重要的数据 比如说大家最care是香味 所以呢 其实香味是影响 最大的 对不对 咖啡要香啊 咖啡不香 没人喝 没人买啊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 香味是 是最重要的数据 对不对 所以分析一定会呈现出 这个轴化完之后呢 实际上呢 它会显示出某一个轴 原来的轴 它是在这个新的轴里头 它占了最主要的成分 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要看投影 投影 OK 比如说原来的轴就是绿色的嘛 我用绿色来画好了 来绿色 这个数据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看的时候 有没有 从X轴来看 它的差异范围是在这里 有没有 这里到这里 对不对 这里到这里 我现在换一个角度 差异更大 这个蓝色的线 是新的角度 那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 距离比较大 这三角形 我现在的X 我现在的这个点位 对不对 它的差异度是最大是这里 最小是这里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三角形 是 这是三角形 有没有 直角三角形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里的话 现在这个蓝色的地方 就是现在 我用这个角度看 它差异的最大 最大值跟最小值在这里 有没有 斜边大于两股 有没有 斜边这个地方 我画蓝色的这个 粗粗的地方 一定大于两股 所以你现在的差异 以X轴的差异来看 你只是绿色这个地方 你是我其中的一个股而已 有没有 所以用这个角度 原来的XY轴的角度 并不是最好的角度 我现在找了一个新的角度 这个角度 它看出的 这个数值的差异性越大 那个就是第一轴 现在新找出来 统计找出来的第一个轴 OK 那第一个轴反映的是谁 反映的投影 这个投影 也就是这一股 有没有 香味它其实占 这个第一轴 最大的成分 有没有 所以你就把这个地方挪过去 这一股 从这个地方挪过去 它看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这个轴 就是原来香味的这个轴 它占了最主要的成分 就是它占了几% 你是可以算出来的 不想你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 现在变异数是蓝色的这个地方 这么大的距离 对不对 原来距离是这样子 你如果把这一股挪来斜边这边去比的话 它就是占这个蓝色的变异数里面的几% 对吧 所以这个组成分 其实它代表的是 就是香味占了最主要的成分 然后它占了这个组成分的几个%的投影 这个距离的影像投影到那里去 这样懂吗 Y轴也是一样 我现在找出新的Y轴 就是第二组成分 假设组成分就是 甜味 不是甜味 甘味 甘味 咖啡如果喝起来不甘 没人喝啦 对不对 所以甘味我们也知道 甘味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成分 对不对 那怎么知道呢 因为组成分分析 组成分分析会告诉我们 所以甘味如果你从Y轴来看 最大指大概发生在这里 这样 最大指在这里 最小指的数值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距离 你的距离 如果我用这个角度 新的这个角度 跟新的这个这个垂直的这个角度 来看的话 最大距离在这里 就是两个距离啊 这个距离在这里 我现在新的距离在这里 这一坨数据里头 最大的差异是在这个地方 最大指跟最小指 投影在这个地方 那原来的角度 你投影过来 在这里 所以这个轴呢 代表了就是甘味 你把它挪过来的时候 它就会代表说 它占的是第二个主要的成分的几% 所以它的数轴呢 还会呈现说 它是在你众多的成分里头 众多的成分里头 的某一个成分 是你这个轴的主成分 第二个轴呢 是另一个 你的那个因素里面 第二个它占了几% OK 这样有听懂吗 主成分的轴跟 跟corresponding的轴 好像有点不一样 它们都是虚拟的 原来不存在的一个 的这个 的因素 那前面的corresponding 它是综合众多因素 然后告诉你X轴 在众多因素里头 它占了几%的影响力 Y轴占了几% 那这边的X轴 它会告诉你说 诶 那里面有一个主成分 然后那个主成分呢 是在新的X轴里头 它占了几% 第二组成分呢 在Y轴 它占了几% OK 这是轴上的差异 不晓得你能不能听懂 好 第二个差异呢 是什么 数据的处理 前面的对应分析 我们先算了距离 有没有 我们不是算了那个matrix吗 距离 所以其实我有算每一点 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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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点的距离 用那个东西去处理 这边没有算距离 这边纯粹去观察一坨数据 纯粹去观察一坨数据 在哪一个轴度 我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变异数 的出现 对不对 它就是 看你是几项因素 所以它就几度空间的一个 一坨数据 对不对 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你一定会发现说 哇 在某一个角度 看得最清楚 因为它 拉得最长 最大 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去考虑说 点跟点之间的关系 它考虑的是整体关系 整体关系 它前面是对应关系 两点两点两点是有对应关系的 这边没有考虑 这边一开始就是 我就直接观察你枕头 这些点位的数据 在空间分布的情形 然后我决定了某一个位置 对不对 就是你 你差异最大的那个地方 我就当做X轴 对不对 那另外一边就当做Y轴 然后呢 这个X轴其实就是你原来某一个 轴位 它在这个轴 它其实占了主要的影响力 所以它投影过来 它占了几% 好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懂这些东西了 老师已经尽量了 告诉你这件事情 好 好 所以两个有差别的 有差别的 好 比如说老师抓了一个网络的图 它也是一样 做完其实是一样 你就是看到一坨一坨的点 然后你可以圈圈圈 说这个这一群 那个一群 那个一群 然后一样 它会告诉你说 dimension1 42.43% 所以这个43.23% 其实你可以查出来 我众多因素里头 谁占了这个X轴的42.43% Y轴呢 它会告诉你 Y轴占了38.88% 然后是哪一个主要因素 第二个主要因素 它占了34.88% 的影响力 差别在这里 那原来都已经考虑好了 原来的对前面的CA 它是先去计算关系 这边完全不计算 直接就看你膨胀的程度 对不对 然后投影完之后 我再去看说你们之间的关系 先理解 理解 好 所以老师就举这个意思 有没有 不管是组成分分析 或者是对应关系 它们的应用就是要减少数据的维度 OK 可是减少数据的维度 组成分分析 就刚才讲的 PCA 它会保留数据中 对变异数贡献最大的特征 也就是组成分 有没有 所以你现在新的X轴 跟新的Y轴 那个都不是原来的X轴Y轴 新的X轴跟Y轴 它会保留原来的最大 有没有 对变异数贡献最大 那个就是组成分 比如说咖啡品品里头 香味是最主要的 主要的影响力 对不对 再来可能就是干味 所以这个X轴 它会保持几%香味的影响力 这个Y轴它会表示几% 这个Y轴会表示干味几%的影响力 OK 这样理解意思 所以现在的轴 已经不是原来的轴了 它是一个虚拟的双变因了 这个变因已经是综合考量了 重新去绘图的 好 这样理解吗 好理解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CA前面的第一个对应分析 它有算距离 矩阵 然后它的这个变异数分析 它用的是 Kai Square 卡方分析 这个老师都不敢讲 这个太难 卡方分析 去估算 因为卡方分析也是分析变异数的 就是也是分析Sigma Sigma Sigma平方 它的公式好像是SS除以Sigma为旺 就Kai Square 就是这个方差核除以标准差 好像是这样 然后PCA呢 PCA呢 PCA呢 就直接用Sigma平方 Sigma平方的公式就是 就是XI减掉X bar 括号平方 Sigma I等于1 总共有N个除以N 就是公式 以前学的公式 好 所以老师简易的告诉你 老师都没有讲过说 它怎么计算 计算这个字是会死人的 就大概告诉你 它想要描述什么东西 好 最后呢 哎 有没有 不管你是主成分分析 或者是 这个 对应分析 对不对 OK 你最后就是看到 在新的XY轴里头 然后这些点点呢 你可以 好像可以圈出 这些点点你可以圈出 一坨一坨的 这个东西一群 不听我话 来 你可以圈出这边一群 然后这边好像一群哦 对不对 圈出两群 这个就是类聚关系 类群关系 群聚关系嘛 其实就是我们的树枝啦 我们的演化树 你就会 如果这个把它换成演化树 你就会发现 啊 这边一只树枝 然后呢 离旁边又有一只树枝 是两只树枝 我们是用树来表示 就这样而已 用树来表示 这边是用二度空间的 XY轴的点位 来呈现这件事情 这样不晓得你能理解 所以新的X轴跟Y轴 都不是原来的变数了 所以新的X轴Y轴 其实是代表各个不同变因的权重组合 懂吗 新的这个X轴 它是原来的变因 你原来的什么香甜苦辣 这些变因的组合因素 组成分分析 它代表了 它还告诉你 你最主要的那个因素占几% Y轴它会告诉你 你第二个因素占了这个轴的影响力几% 会有这样的变化 所以这个轴呢 你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72加上22 对不对 它就是解释了总变化量的几% 不是百分之百 OK 因为有些点位一定会被遮住的 在空间上这么多点位 我就算挑了某一个角度 但是它还是会跌到 会跌到 所以不会完全的表现出来 好 再下来 老师给你再 如果不理解的话 就是这个图 有没有 如果你照相水平这样照 那你就照到了就前面几个人 后面搞不好一堆人 懂吗 后面一堆人你照不到 可是如果你踩一个虚拟的角度 对不对 如果可以从这个地面飞上天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哎呦 后面一群人了 一堆人了 有没有 OK 主成分分析就是做这件事情 你的数据就是这样一坨 一坨 在原来的位置看不清楚 懂吗 你的数据就是这样一坨 空间上的一坨 那你在原来的位置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我必须要调角度 调一个角度 然后看到最好的摄影师 可以把所有的人的脸都照到 不要被人家挡到 对不对 你要找一个这个角度 这个就是主成分分析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要怎么去看说 哎 这些人的这个都可以散开来 每一个人的脸 你都看得到了这个角度 好 理解 理解 好了 所以有五十分钟了 我们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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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休息一下